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教立法室是1944年开的 到今年为止 如果没有再签就59年了 因为这个是我主业来的父亲传给我们 1968年请人的时候 我马来西亚人 他们都是请马来西亚人 他们要做就不要紧了 如果不做他们要罢工 请两个三个他们一罢工就是没有了 后来我们就说 我父亲就靠自己的孩子来做了 后来我就 应该我是七一年这样 七二年这样就出来做 我做 做到要进兵 我弟弟就出来了 他都中师 德明昆的那边 中师出来 应该是七十四年出来做 因为我七十五年我就当兵了 要不然本来我是七十四年当兵 后来因为店里不够人 叫我弟弟来先顶住一年了 然后我才第二年 七五年才进兵了 他自己一个人做了 我们两兄弟 1979年到84年是那个生意是真的很好 早上七点多开店到晚上九点 一直是有人 每个顾客都很战场 我们说 你们两个人做工 每天都可以讲话 到今天五十多岁 我们两个人还是跟一晚上 十多年 十多岁的时候感情还是很好了 如果是个人走个人的 兄弟姐妹一年要见面 几次都很狼 好像我跟我弟弟 我是每天都有在一起 如果没有这个店 他做他的 我做的 我们见面一年也是最多几次而已 没有那个时间了 那时候剪 我们现在 我们剪一个头八块钱 那个是两千年的时候 在那边四十六号赶的时候 就是那个价钱啊 以前生意好是什么 老人家剪头发 洗头 修脸 挖耳朵 可以赚他们十三块 十五块 屋出才二十多块 后来老人家也是他们收入少 他们只是剪一个头 而且一个多月剪一次 现在就很难做了 因为现在屋珠它 一年一年前的屋珠要起价 而且这边顾客又不像以前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这么旺 一年一月弹 所以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有点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